好 另外就是嘉義這位呂小姐呢 8月中到大陸呢 無錫去旅遊 但是她在三國城附近店家 花了200元買了這台即可拍 包裝是新的喔 拆開來卻發現 欸 怎麼會這樣斑駁又掉漆呢 背面還貼了一大堆的黑色膠帶 明顯就是二手的 店家說可以拍38張 但是結果一試只能拍16張 讓她當場傻眼 到大陸旅遊買的即可拍 拆開包裝竟是殘破不堪 機體斑駁掉漆 最誇張的是搬到背面 全是黑色膠帶 東貼西貼 讓呂小姐看傻眼 結果我就把它拿過來看 就發現她的相機 其實有用黑色的膠帶黏起來 那我們就覺得這太離譜了 拿出沖洗過的底片 原本店家保證可以拍38張 數一數 竟然只有16張 拍出來的照片顏色 也讓呂小姐直呼 根本買到黑性貨 呃 就顏色很暗淡 然後呃 也 色澤也不是很很清楚 比較模糊一點 呂小姐和母親八月中跟團到大陸無錫旅遊 到了著名景點三國城 在城門口旁邊的店家 馬來台即可拍 包裝是新的 但拆開竟是這副模樣 膠帶纏繞 明顯是二手貨 不認帳的話我們也沒有辦法 再加上說 她說她曾經有聽過 呃 之前有導遊去理論 然後還被打這樣 花了50元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200元 雖然錢不多 但店家蠻橫的態度 讓呂小姐欺不過 希望能提醒更多台灣旅客 不要再受騙了 中文章 侯古文 聯文兵林建文 嘉義台中 採訪報導 中文章 採訪報導